委員 瑞隆 執詢 尋打時間為30分鐘 好 院長 是不是請張院長 好 請張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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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院長 你好 我想 恭喜你 我想上次之前見到你的時候 你在科技部長任內 不知道你還記得嗎 那時候 我在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服務 那時候也 為了一些高雄 一些整個園區的部分 海洋事務的 去請教您 我對你印象很深刻 我覺得你是一個 很用心在做事的人 那從這次的 震災也看得出來 確實您是一個 很用心做事的 謝謝 那我給你的評價 其實還蠻高的 但我認為 你是這四年來 可能會是 最好的行政院長 那也 期待你 未來這 剩下不長的時間 但是能夠 替國家多做點事 那待會兒有一些議題 會請教院長 我也希望您 能夠用 一貫你的積極 的一些態度 能夠來回應 我的一些議題 謝謝 好 那接下來我先 談第一個 就這次的震災 我想 2月6號這次的震災 其實對 高雄跟台南 台南 特別是台南 很重大一些 傷害 那當然也謝謝院長 在協助賴清德市長 不分彼此 很用心的在做 相關一些 救災跟重建的工作 那我想我直接就切入到我的 主題裡面 這一次的整個震災的部分 後來我想這次受損最嚴重的 其實是 台南跟高雄 那 預估大概將近要花50到60億 來做一個重新的重建 復健的工作 那 台南跟高雄的整個災害準備金的部分 20億左右 台南是8億 那高雄有12億 那我想 這一個震災的部分 我認為它是從921之後 包括88 風災之後 包括去年的817爆 其實一個國家級的重大的災害 那 現在才2月而已 地方政府其實 面臨到還有很長的一個 將近10個 現在3月1號了 將近10個月的時間 甚至於我們的迅期還沒來 颱風季節還沒來 它還有可能會對 中南部造成很大的一些影響 所以我很建議院長這個部分 能不能支持地方政府 在這個整個重建的損失的部分 由中央的經費 在這個地方政府的負擔 這個中央的災害準備金 甚至您的第二預備金 來支援 減輕整個地方政府的一個負擔 這個中央災害準備金 其實就是在支援地方用的 但是在災防法裡面 以我出險的了解 災防法裡面其實講得非常清楚 這個救災經費是在地方政府的經費先支援 如果不夠的話 就調整預算 如果還不行的話 就是由行政員來支持 所以災防法裡面已經這樣寫了 我們恐怕必須要這樣來做 但是我覺得委員可以放心 那個就像您這裡面寫的 中央的這個災害準備金 其實這個金額 其實比地方多 都蠻多的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真的不夠的時候 我們充分來支援 不管是台南或高雄 都是應該做的事情 院長我是希望能夠是 因為我剛才提到 如果以台南的話 它總共以才8億 我看完全是不足的 它以這一次的震災這麼嚴重 它完全沒有災害準備金可用 那高雄的部分也佔了將近5億 那以高雄編列12億的一個災害準備金 它也等於將近用掉了一半 它等於在前兩個月而已 就已經用掉了一半 那後面還有那麼長的時間 我希望我剛才跟院長提到 我希望它能夠比照 我們這一次不立專法 也不用特別的預算 但是我希望能夠比照這樣的精神 把它視同為是一個重大的災害 國家級的災害 中央優先來指引 不要讓地方政府 在剛開年而已 它已經用掉了一大半的災害準備金 這後面的部分很說經見證 我知道委員的顧慮就是說 才開始兩三個月 就把災害準備金用掉了大半 但是請內政部說明一下 那個有沒有這個法律上 法源上有沒有這彈性說 地方的先不用用中央的 這個我是存疑 請內政部澄清一下 事實上 我跟這個 有關這一次所需要支付的款項 它分好多類 譬如說像租金的補貼的部分 那麼這個部分我們已經 跟這個 贈債基金會協調 如果贈債基金會能夠協助的部分 以外的 那我們會從住宅基金來 來支應 那麼至於其他的像包括我們現在 這個見檢的部分 勞無見檢的部分 也一樣我們有一部分會從我們的住宅基金來出 那其他的災害準備金的部分 屬於行政業主計處的權責 我想是不是請院長 朝這樣的方向好不好 因為有些部分的 經費比如說橋樑的一些修復等等 一些重大的工程的修復的部分 我還是希望能夠中央優先來編列 我想後續的部分 我再跟其他的各單位再來 只要是法院上容許的 我們都會朝這個方向來做 就是不要把它當作是地方政府 來優先承擔這件事情 而是由中央力量去協助地方政府 來處理這次政災的重建工作 法律容許我們盡量來做 好 謝謝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再來談我第二個問題 這也是我特別關心的問題 小港的空空問題 我想我放第一張 這是今天早上我坐高鐵 來到台北的時候的 那今天的高頻地區又止爆了 78 那我剛剛再看了一下 我在坐在下面看的時候 其實已經達到了81了 所以其實整個 南部的空汙的問題 真的很嚴重 我們再往下看 一年的空汙其實會造成了整個 奪掉了6000條的一個人命 所以我覺得它已經不單是一個 整個環境居住問題 同時它已經一個 安全上非常重大的問題 那我們再往下看 整個全台灣的PM2.5的部分 在去年的部分 它是濃度是22 那到了今年的時候 其實升高起來 一二月其實 但冬天也比較高一點 不過我們來看高雄的部分 它到今年的一月的時候 是到了38.7 像這個是非常的高 在整個環境上的問題是非常的嚴重 那我的選區剛好也是小港前鎮 那也是一個工業的區域 那我們再往下看 整個六都的部分的整個 這個它的整個生命的部分 平均與命的部分 高雄也是最低 我想跟高雄長期以來是工業城市 環境污染的問題嚴重 我想有息息相關 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是小港 我想是在中南部很眼熟的一個畫面 然後再往下看 這是今年元月的時候的小港的天空 我想非常的嚴重 再往下看 一樣是小港的天空 我想來談的是這樣 就是說 一二一以來其實整個PM2.5 包括整個PSI值其實在南部都是很嚴重的 那我想書長也在這邊 我要提的是小港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 經濟部的領海工業區 它每年幫這個創造了 幫整個國家創造了9000多億的一個經濟產值 但是它帶來很大的一個 也是對環境上的一個影響 那我當然知道PM2.5不是只是區域性 但是為什麼南部會特別嚴重 南部的部分其實它不只是受到外圍的影響 外移的一些影響 它其實在於當地就已經產生了一些 比較不管是這個車輛 工廠的污染或車輛的污染等等 都造成比較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們也看到了 其實幾乎這幾天 幾乎常常在止暴 所以我希望這個 在下一頁我們直接跳這個 我希望能夠院長能不能折成 我們經濟部門很保守 在一個月內能夠提出 對於小港的空污有效改善的一個計畫 我為什麼特別提小港 我覺得小港是一個很典型的地方 小港的空污問題如果能夠解決 我認為高頻的空污問題 就能找到一個好的解決方案 高頻的問題能夠解決 台灣也就能找到一個好的方案 那我要講的是空污問題不只是工廠 工廠當然知道很多已經努力在降了 但是其實很多移動污染源 甚至很多一些政策的作為 包括我們綠色運氣的推動等等 還有很多的作為 我認為經濟部工業區在那個地方 其實這麼大的產值 不應該前往中央的稅收收 而污染完全留給地方的百姓在處理 我想那樣的環境是沒有人願意居住的 它不是一個適合人居住的環境 每個高雄人或者小港人他出門 是必須戴著口罩出門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我希望院長這邊 能不能一個有效的方案 在一個月內 其實在看守期內 我認為一個月內能夠針對這個問題 能夠給高雄給小港的居民 一個好的一個方案 我說過如果能夠小港一個好的方案 其實就能夠幫高雄 幫台灣找到一個好的解決方案 是不是請院長 跟委員說明 其實我在去年副院長任內 就協調了經濟部跟環保署 通過了一個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總量管制計畫 這個其實就是已經在設法著手 要不要請環保署說明一下 是 要跟委員報告 現在我們是去年6月30號 其實上高屏地區是我們全台灣 第一個空污總量管制的地區 如剛才院長所說 所以我們現在呢 在這個總量管制的這個精神和法源條件之下 雙管必須 一個就是行政措施 另外一個就是經濟作為 有經濟的機制在裡面 您說的很對 就是小港地區 尤其林源工業區 它這個就是很嚴重 有固定污染源 也有上班的或者車輛的進出 柴油很多 另外高屏地區還有這個飛沙的問題 這個高屏溪等等 確實這個地方 如您剛才的照片所示 是非常嚴重的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林源工業區等等 都有設這個特殊工業區的 空氣污染的這個監測 這也是從大概去年前年就開始 所以我們對它的掌握也很多 您現在要求的是進一步的行動 我希望署長提出來 是更進一步有效的一個作為 因為從今年上半年來看 從這兩個月來看 其實問題其實還是 是相當的嚴重的 那我覺得 這個每一天都在危害著國人的健康 危害著南部人的一個健康 我剛剛也看到那個表 台北的相對還好很多 到了高雄其實非常嚴重的 我覺得我們在這邊的環境 看起來都還好一點 但是現在 我的市民那邊的小港狀況是嚴重 我認為環保署 基於環保的最高的一個主管機關的職責 我必要用在最短的時間提出一個有效的方案 剛剛院長 署長提的我都認同 但是我覺得那個已經 是一個長期性不足以那個 我覺得還是要再從 不管是移動污染 或故障污染源的一些解決方案上 有更有效更積極的作為 不然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在短時間內 不會獲得一個好的處理 我希望這個問題 我還在跟署長會在持續討論 我也希望院長是不是也能夠積極的 我認為這個不只是環保署的問題 其實 我同意 對 我希望未來在經濟部的時候 編列的資源能夠更多的 到地方上工業區去 我說過了 它每年它幾乎是最賺錢的工業區 它每年國家創造了9000多億的一個經濟產值 應該經濟部也要同等的 提供更多的一些資源 不管是在道路的品質 小港的道路其實都很糟的 它常被重車壓得很糟 或者是被 我認為這個部分應該 環境正義 居住正義的問題上 經濟部應該花更多的資源投入 這個我希望院長能夠更加的重視 其實在剛剛講那個總量計畫裡面 我在協調的時候 其實是對這個業者那邊 給他們更 比原來這個草案原版 更嚴格的要求 那那個我想 我知道委員的用意就是說 還希望在一個月裡面有一些額外措施 我想我們那個總量管制計畫 到現在也執行超過半年了 趁這機會 我們把他拿回來檢討一下 看看目前績效怎麼樣 收集到數據怎麼樣 如果說有一些跡象可以顯示我們 近期內可以趕快加強措施 我們會來做 那是不是請院長一個月內 把這個部分檢討重新再做一次好不好 那也到時候給院長給我這邊一份 我想會長期來追蹤這個問題 我想它是一個生命安全上的問題 這是很嚴肅的一個問題 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謝謝院長 那接下來下一個我想要談的也是 是同樣的大領埔的千村 大領埔現在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過去的大領埔是一個漁村 它繁榮的時候甚至是有戲院的 當時的地價是高的 那在40年前的時候 國家把整個周邊的工業區 把它建置在那邊的時候 注定的大領埔現在的一個命運了 那現在大領埔周邊是被整個工業區所包圍的 那大領埔的千村問題講了非常非常的久了 但是我覺得我希望院長能夠也用 它的周邊都被整個住宅 都被整個工業工廠包圍了 我想這個都非常清楚 包括它周邊的不斷在排放很多的雲 都是由工廠 因為它水蒸氣等等 看起來都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是想請問一下院長 再下一頁好不好 院長 這個再下一頁 院長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你願意住在大領埔嗎 當然不希望 我想任何人沒有人願意 我想在座的每一個都不會願意住在大領埔 所以大領埔的千村問題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急迫性的問題 我認為我們都不會希望我們自己 或我們的家人去住在那邊 可是我們現在有很多我們的同胞 住在那個地方 將近兩萬人住在那個地方 那它每天的環境品質是非常的差的 那當然我們在產業的思考上面 工廠已經建設在那邊 它每年替台灣創造很多經濟產值 我們也沒有辦法要求它馬上遷移 但是大領埔的遷移是我們做得到的 我認為中央政府應該更有心 更有效率的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來看再下一頁 大領埔的千村 其實有超過七成一的是贊成千村 但是如果你提供一個更好的條件 也就是說擔心的是它居住搬出去 又有居住環境更差 如果條件OK的話 其實會有八成八以上的贊成 其實相當高的一個比例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段時間 已經相當長的時間 但是我覺得中央不管是在過去整個規劃 有可能要找虛例機關或各種理由 去拖延了這個進度 我希望一樣我希望院長展現出 你在過去以來的高效率 跟你在民間政府的高效率 一樣我認為這是一樣是環境的 生命的一個問題 居住正義上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能不能在一個月內 提出一個具體的規劃方案 同時我也希望了解 現在大領埔的主責機關到底是誰 經濟部說明 是那個包圍 現在這個案子當然是經濟部在負責推動 那我們也很了解 您剛才說的這些事情 他當地的這個居民的這個空氣品質 他因為他夾在工業區裡面 的確是有他的不利的地方 那現在要千村 它涉及到一個千村 然後第二個呢 要哪一個產業要進去 這兩件事情 除了您剛才提到那個居民的這個 當地居民現在意願 我們很高興啦 他現在漸漸的多一點 對 部長我想跟您先談一下 就是說先不要談哪個產業進去 先談千村 就是我基本上我覺得任何 既然這個地方已經不適合居住 剛院長也說了如果是他 他也不願意住在那個地方 那基本上我想任何人 都不願意喜歡住在那個地方 那是一個非常不得已的狀況 那如果可以離開那個地方 我相信很多人是願意的 那我的意思是說 不要把將來的產業硬扣上去 你現在找不到新的產業進去之前 你就不動千村的事情 我認為這是不應該的 我認為這個千村民眾千里 跟產業有多少要進去 這個兩個事情最好能夠脫空 所以說我說部長不要把這兩塊錢 所以我就說我希望一個月內啟動千村 這個我必須講啦 這個地方是林海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我都不擔心將來它的發展 將來新興的產業等等的發展 我不擔心這個問題 不敢做任何產業 但是這個地方的環境已經這麼惡劣了 千村是迫在眉睫 而且我認為這只有中央政府有能力 主導這麼大的一個千村 因為它是一個必須要動用相當大的一些財力 可能幾百億 甚至於相當大的規劃 而這單靠地方政府是不足的 那我認為中央應該勇於去把這個責任 很快的承擔起來 在一個月內把 我認為你們手上都有方案的 只要你們有心其實做得到的 而這裡的百姓等了非常的久了 我認為每多一天每多一個禮拜 對於當地的人都是承受更大的一個環境上的壓力 我認為我希望一個月內能夠有一個具體的方案 可以嗎 那個報委員 我想我們也不會推卸責任 那你也知道我們一直跟高雄市政府 就這個問題有很多很多的這個 部長一個月內可以嗎 把規劃方案提出來可以嗎 這樣好不好 一個月之內我想 當然現在都一定有進度 部長我認為有心的話 一個月內一定做得到 因為我認為方案都已經相當多了 我看過很多的方案都已經很成熟了 你可以不用先預設未來的產業怎麼進來 但是你可以把相關的規劃方案 我認為以現在的有心的政府其實做得到的 剛好市政府會全力配合這個我了解 是 一個月之內 當然要我們提個方案 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事實上本來就有一些方案在那邊 試著看能不能往前堆重 那是不是部長 那就一個月內給我們大領埔的千春的一個 規劃的方案出來好嗎 我們會把那個案子送給您 好 謝謝部長 謝謝院長 好 那下一個 那個一樣 去年的8178發生之後的中油的部分 其實很多石化產業的部分 其實引起了地方高度的關係 部長可以一起沒關係 我想談的是 我也很簡單 因為時間很有限 過去大家常提的 污染留在高雄 這個稅收在台北 這個是一個不符合公平 正義的 中鋼的企業總部也在高雄 稅收在高雄 跟高雄在一起 他感受到現場 我想部長也 院長也很了解 如果我們的工廠在那地方 我們的管理階層在那地方 我們的感受會很深刻 我每天起來如果感覺說 不對這味道有點怪怪的 我工廠好像有一些什麼狀況 我立即可以馬上做處理 而且也是跟當地在一起 所以我強烈的建議 中油的總部應該盡速的南遷 跟高雄市民在一起 他有兩個重要的廠 南支廠跟大林廠 小港的大林廠 都在高雄 我認為如果南遷了 不只有很強烈的宣誓意義 而且對於高雄人 他會覺得中油的管理階層 跟他們站在一起 一起來解決相關的問題 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方案 不知道院長支持這樣的方案嗎 我知道中油其實評估過南遷 好像現在還在評估一個新版 中油總部 這個牽涉到其實中油總部裡面 很多主管不是這個廠物的 是這個營運面的 所以您剛才講的邏輯我是同意 就是說管廠物或是某個層級的主管 如果在廠旁邊 其實是可以天天掌握這廠的狀況 了解這些顧慮 院長其實我認為說 如果董事長總經理他在總部工作上班的時候 他每天可以感受到他周邊的這些廠 不管是環境的問題 或者他員工的問題的話 我相信對於他的企業的經營 會更貼近於整個一些民意上的需求 我相信中油現在在評估裡面 那個委員講的一些 一些這個考慮應該都在裡面 所以院長是支持這樣的方向的 我並不 我沒有進進立場 OK 那部長呢 可以嗎 中油可以什麼時候可以南遷 總部可以南遷 是 剛剛就是院長跟您報告的 我覺得他要評估的這個事項 就是說他公司經營上的需求在什麼地方 因為他畢竟是個國際性的一個能源公司 第二 我們也非常非常清楚 高雄當地居民他們的意願 希望總公司能夠跟他大部分的生產的地方 能夠在一起 中油您知道他在桃園也有場 他在苗栗也在做探勘 當然大部分他的運作 所以主要都在高雄 大部分是在高雄 所以他這個當中取得平衡 我們已經請中油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評估 然後看看他怎麼樣來執行這個 什麼時候可以有具體的答案出來 我知道中油的高層已經有在 我看過一些消息 他好像有承諾說他們願意要南遷了 我好像有看到這樣的一個報導 我不知道這樣的態度 是 那個這樣子 報告委員 我們也給中油一點點時間 他如果要遷 多久遷 用哪一種方法去遷 我們都希望他一個完整的東西給我們 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參考 我沒有給他們期限 我沒有給他們期限 我只是說 你們把你們的這個運作 弄清楚一點 方法 後面的執行的方法 都把它弄得完整一點 然後一直再送到經濟部來 是不是就盡快給我們好嗎 如果有具體的方案的話 我會請他們加速 是 院長跟部長好不好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還是 因為時間有限 我要來談的是 亞洲新灣區的部分 亞洲新灣區是 院長 這個部分不知道您熟不熟心 抱歉 不熟 不熟 亞洲新灣區其實是高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計畫 他其實就在港邊 這也是 簡單講 這邊有一個簡單的圖 這就是高雄的 未來的亞洲新灣區的願景 他目前這個現狀 已經發展了 包括高雄展覽館 整個在中央等很多大力支持下 包括輕軌等等 其實都陸續的在推動 包括中鋼寵部 包括圖書館等等 都在那邊限制 那他是未來 高雄很重要的發展的一個引擎 如果高雄要左向轉型 台灣要左向轉型 其實必須要創造一些新興的產業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 剛剛亞洲新灣區 這個高雄亞洲新灣區 他的土地是在590公頃 在主要前陣區 也是在我的選區那邊 那我們常會去比對的就是 法國的 他的方式特區 他也是一個560公頃左右的一個 這個一個特區開發區 那現在其實整個法國這一塊 已經發展了相當的成功了 他已經有達到了16萬個就業機會 也引進了500家的企業 其中有200家是跨國的產業 同時間 他現在也有創造了將近900萬的一個遊客 在那邊來慶祝 那高雄亞洲新灣區 其實現在最大遇到的困境是 他有70%是國公營事業的一個土地 那如果當然因為這個問題 還涉及到很多加速開發的問題 如果能夠開發順利成功的話 他就在港邊 我們都知道全世界的港口城市 基本上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點 不管在產業面 不管是在整個一些觀光生活面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境 那如果要開發成功 其實可以創造數萬個就業機會 包括甚至一個創造上千億以上的產值 所以對於高雄這樣一個 慢慢要從重工業去轉型的城市 我們不可能再走回原來的老路 那在這樣的發展的過程中 亞洲新灣區如果能夠順利的開展起來 對於南台灣 對於高雄的發展 甚至於對台灣的發展 我認為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我不知道院長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怎麼樣 你認為我剛剛介紹一下亞洲新灣區 你認為這個部分就您過去的專業 聽起來是好事情 如果中央能夠的話 可以請中央也就這個部分 花更多的力氣去了解跟支持 來做這件事情嗎 我看您前一頁投影片 好像土地開發公司是港開發的 他現在有要成立一家開發公司來做開發 那我們現在 這也希望院長也能夠責成相關部會 能夠再全力的支持 我想未來這一塊 他如果能夠整合所有國公營的一些事業的話 因為他有70是國公營事業的土地 如果我們要整合 由國家的力量來共同推動的話 由中央地方合作來推動 這個對於未來這個發展 還會有相當好的一個願景 那這真的需要中央現在開始 大力的左手來推動 這可以請院長花更多的時間 跟各部會去了解來做這樣的推動 可以去再仔細了解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我想要來提一下 那亞洲新灣區裡面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案子 其實現在就可以做的 就是205兵工廠 205兵工廠 這個從1998年那時候行政院整個財事 205兵工廠要來遷移 然後到現在已經等了18年了 然後也是三任的行政院院長了 那其中當然那時候 2009年的時候 劉院長那時候有財事 要經建會 儘速的訂定搬簽的時間表跟財務規劃 搬簽不能再拖了 到了2011年的時候 那個武敦義武院長也講了 要全速簽出高雄 這個都經過了好幾年 到現在為止 我知道的是 到更高雄市府還沒有簽訂 合作一項書 包括連那個D-Day 第一天的那個部分的時間點 都還沒有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205兵工廠 它是佔於亞洲新灣區 那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佔了57公頃的一個土地 我想請問一下 院長 能不能加速這個部分的遷移 現在進度 我先請國防部說明一下 各位委員報告 這個從102年開始 跟高雄市政府 還有行政院的指導下 我們跟高雄市政府 開了13次專案會議 104年年底 行政院也核定了工程的協議書了 那我們國防部也即刻的把 我們代辦的工程的一個 協議書的草案 也送到了高雄市政府 現在的進度是高雄市政府在審核中 我們會持續的配合高雄市政府 來把這個案子來推動 高雄市政府的目標是 現在是朝向趕四年 趕四年去完成這樣的一個 報告委員 沒有這個 因為當年的立案的精神就是 代拆代見 先見後拆 就是說如果搬到大樹廠去 他能夠再把工程在那個時間點 能夠做出來 我們可以再跟高雄市政府來協調 我想跟院長跟部長說明的是 這個案子已經18年過去了 我必須講這塊土地是國防部的土地 它是中央的土地 這未來的整個遷移之後 整個開發各方面也會是中央的主要的 我的意思是說 這件事情其實從頭到尾 是中央有能力去做 更有強而有力的主導的 在地方政府的配合 但是我認為這18年來 包括未來的時間點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中央的態度太過消極 我知道院長以前在民間 也待了相當長的時間 一個搬遷的計畫拖了18年 到現在為止還要跟我們講 現在啦前幾天我同學問 他還告訴我至少要8年才能夠搬遷 我不知道等一下 部長我想要聽一下院長 院長你覺得這樣的旗程 你聽起來合理嗎 我想那個 我們任內會設法去盡量加速 我想聽一下院長你的看法 就是一個搬遷的計畫 如果從現在開始讓你來主導 讓您來主導的話 您過去科技部長的經驗 讓你來主導一個搬遷計畫 用8年的時間 用民間的角度 用8年的時間 你覺得會不會過長 當然是有點久 有點久嘛 恐怕總統都可以選兩任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8年一個地方可以發展到什麼 如果你是民間企業 在快速跟人家競爭的狀況下的話 你用8年的時間去 我想競爭力早就消失掉了 院長可不可以 部長的想法其實我很能理解 因為我想聽一下院長你的想法 如果可以的話 你認為多長時間 是比較合理能夠趕趕看 不一定能夠完成 但是我們朝那個目標來努力 我不敢講 我覺得裡面一些限制因素 先去了解一下 這些限制因素多久能夠排除 如果是編列預算 或是土地的開發等等等 不同的因素會影響時間 所以我覺得能夠越快越好是真的 對 我想跟院長報告 這個案子對於高雄跟台灣的發展 亞洲新外線發展是一個很關鍵性的案子 它其實能夠為高雄創造很好的機會 所以我希望院長這邊能不能去整個來加速 這一塊的工作 剛剛也提到 八年的時間 我想任何一個民間的企業的領導人 都不能夠理解 這樣的行政效率其實是 我認為是台灣 現在的競爭力這麼弱很大的一個因素 政府的效率不髒 政府的效率太慢 讓整個高雄的產業發展 如果還要連一個兵工廠的遷移都要等八年的話 那高雄的發展 我相信是非常的緩慢 我想人民也沒辦法接受的 我的意思是說 能不能我提出一個14年的期程 四年但環評需要一點時間 可是如果環評也可以加速 包括遷移的規劃 前期可以先做規劃 後期的班纖委問過了廠長 一年內可以完成 我希望院長能不能朝好努力 四年內完成這樣的目標來前進 有沒有可能努力來做到 爸委員我跟您報告一下 當年因為是選址的問題 後來行政院要求國王部 我們就在我們的大樹的兵工廠 把它併進去 在併進去的狀況下 就是要在裡面 您講的沒有錯 要環評 有很多工廠要重新分配 院長其實理由會非常的多 但我是說民間 如果假設現在是一個軍事作戰 但是一個軍事目標 要你四年內完成 這樣的軍事目標的時候 不然我們的戰略可能 產生重大的傷害 我不知道有辦法 等一下我想因為我時間很有限 我想要請院長能不能 努力朝四年的方向來 好 好 好 這個再請賴委員 私底下跟相關的部會 來做